大陸的珠海航展才剛落幕 不過駕駛俄羅斯蘇57 來珠海表演的王牌飛行員謝爾蓋 還有隱形戰機的本身 目前都是軍事迷討論的熱門話題 最後來看到這名62歲的謝爾蓋 在航展之後出現在廣州購物 網友就發現他買褲子的時候 會深蹲來試試看伸縮性的舒適度 立刻成為網友的討論話題 至於他一個人是萬里飛到了中國 飛行演出使用的蘇57隱形戰鬥機 回程的時候居然不是飛回去 而是搭乘專機回去 這架隱形戰鬥機被媒體發現 是搭乘安-124的運輸機來的 塞進飛機的衣艙當中 再運回俄羅斯 駕駛員跟戰機在演出之後 都享受到了極高的待遇 這架是否在身上 還會有兩種水 而是搭乘風機 在離開放過程中 再也有兩種運輸機 努力 可以 在出現時